另外再带您看到109年全民运动会即将在花莲举办 而为了要支持体育赛事 花莲县工业会在今天是由理事长于国基代表捐赠新台币30万元给花莲县政府 那么由县长徐珍为代表接受 并发了这个感谢状感谢肯定花莲县工业会支持赛事 也善尽了社会的公益责任回馈相礼 109年全民运动会将在下半年于花莲举行 花莲县工业会以行动支持花莲县举办全民运动会 31日前往花莲县府拜会县长徐珍为 并捐赠30万元 由徐珍为代表接受并颁发感谢状 肯定花莲县工业会支持赛事 善尽社会公益责任回馈相礼 理事长于国基等人肯定花莲的好山好水与纯净的空气 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笼罩下 更显得花莲后山净土的价值 对于花莲县府近年努力推广国际运动赛事 发展运动观光产业表达肯定 县长徐珍为表示 109年全民运动会不仅是花莲的盛事 更是全国的盛会 感谢花莲县工业会慷慨解囊 赞助30万元给全民运赛事 也希望透过花莲县工业会的赞助 吸引更多企业贤达共襄胜举 期许借由举办全民运的机会 让花莲被全国看见 县府为迎接全民运动会 近日持续运动场观整建 提升硬体设备 就为了吸引更多民众参与 期盼未来花莲能够储备足够动能 持续地办理国际级运动赛事 将花莲打造成国际运动赛事基地 全民运动会在花莲 赞不赞?赞! 记者蒋邦彦 花莲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